鹿绒菇炒腊肉 青椒 这一家的这个 二斤条 小小的鹿绒菇 这个鹿绒菇啊 这样子的是一袋 它是湿的啊 加拿大的是两袋 洗一下直接爆炒 这个鹿绒菇就是越小越好吃 一小晕脆 一小晕脆 这个鹿绒菇拿来炒腊肉五花肉 刷火锅 煲汤就可以了 好小 这样的口感是最好的 最好 好 这个口感是多的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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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酷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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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很酷 太大了 家们你们不是以前跟姚妹说吗 想要这种独立包装的梅豆腐 现在我们家出新品了 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这个一盒的话有六个 麻辣香辣都是水中的都可以去选择 我给你们开一个 这个适合那些上班族旅游的 随身携带 想吃的时候随便拿出来 直接开干的那种 看到没有 而且我们家的这个梅豆腐 它是老痰发酵 麻辣的老痰发酵三个月 香辣的老痰发酵六个月 麻辣香辣的 好吃 吃了后不需要放 直接吃 这是软的 你说你看这个黄黄的 这个是得放多久才有这个效果 一般的话放个一两周是没有的 至少放个三个月左右吧 两三个月才有这种黄黄的 好吃 香 这个口味的话 比瓶装的吃起来更经典一点 瓶装的需要放放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是完全给你们放得很熟了 别看它 看着上腻其实它已经很软了 特别的细腻 吃起来细腻 成香味主 挺好吃的 特别是下着白米饭 绝了 这个一半每周回来吃两碗饭 每一个啊 独立包装都是精心精心制作的农家口味 农家风味 这时候 întrlal 农家风味 农家风水 农家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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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定要去安排 麻辣香辣随意选择 也可以粉合拍都可以的 手工无添加 配料相当的干净 而且这个是新品手法 可以拍一张去试一下 拜拜 来今天妖门就不吃饭了 给你们分享一下 妖门一直在用的这个锅船 这个锅船的话 我已经用了一年左右到两年了 这个锅船的话是原木的 这个是以前一开始用的 用成这样子了 这个是目前我在用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还没有用过的 没有用过就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是补锈钢的 你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卖的是什么价格 19块8 但是今天19块8不要了 今天就任性一把 直接12块8 倒数一把 一把邮费7块 一模一样的 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的 跟我以前用的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品质 不一样的价格 不一样的机器 这个虽然说 有的粉丝说 收到货好用是好用 啥嘞 就是有点土 这个本来就是农村那种 怎么说呢 农村那种土锅船 它适合不适合用土层锅 但是比较适合用我们的铁锅 稍稍锅大一点 三把以上的锅 锅小了吧 其实也可以用 反正你会觉得 锅小了你就觉得你锅船 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说锅小我不建议去拍 三把以上的锅都建议去拍 都可以去拍 收到货有任何资料问题 可以联系售后 联系客户都行 联系妖门也行 很好用的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锅船的最好用的地方在于哪里 他我跟你说 他特别的受力 特别是你肩腐皮辣椒 妖门天天肩 你们都知道哈 肩腐皮辣椒 辣椒特别受力 还有就是皮蛋 雷辣椒 我们现在就是皮蛋捣辣椒这样 用这个锅船 就跟那个刀一样的 给它捣碎 反正就是很好用 除了样子 不是很好看 但是确实是 逮劲用起来逮劲 好用 妖门都已经 迫不及待想给你们分享一下了 以前贵的时候 19块8 我都没给你们分享 但是今天的话 姐妹们一人要去安排一把 如果说你家在用铁锅的 锅38以上的锅 一定要去试一下 我们家的锅船 可能你刚开始用的别的锅船 用习惯了 你用这个锅船不顺手 但是你用上几天时间的话 你就觉得老得劲了 可以去试一下 拜拜 抓紧手术